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讲了中国政府在达赖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因为涉藏问题也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的利益和民族的感情 那么我们在与任何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本着这样一种相互尊重 而且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来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 这个立场是非常的明确和一贯的